美国确实是战后最强的一个国家 但是你去看美国 他并没有去侵略人 那有些人马上就提出反驳 说你看他侵略阿富汗 没有 他没有侵略阿富汗 他把阿富汗政权打下来 然后他希望阿富汗能够建立 自己一个民主的国家 可是他就是扶不起来 他在那边耗了多少的人力物力 他最后只好选择走 那走了就变成那个样子 那有人说越战 一样的情况 整个越战不是美国人惹出来的 是法国人惹出来的 那美国人只是去收拾善后 但是收拾善后又不讨好 因为他希望说越南人要自离越南 越南就是不愿意自己站起来 所以当美国走掉 一下就垮掉 那就讲他去打伊拉克 把海山推倒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它是一场战争没有错 但是你现在去看伊拉克的情况 事实上它是有改善的 包括他境内的库德族 他给他成立一个自治区 阿拉伯伦跟库德伦之间 他至少协调出了一个 能够共治的一个方案 我现在简单提一个 一直让我很感动的一个战役 就是2014年的一场战争 科巴尼 科巴尼是在叙利亚的一个 靠土耳其边境的一个小国 那时候伊斯兰国兴起了 因为叙利亚之间的内战 所以等于是兵败如山岛 那时候我在美国 每天电视上 就是在播科巴尼的战事 所有的华盛顿高层都认为 那是一个不值得守的地方 必须要放弃 因为已经全部被包围了 是绝对守不下来 但是科巴尼里面的库德族人 他就是不放弃 然后在美国一个礼拜之后 整个舆论改过来 他看到他们的战斗决心 看到他们不分男女老少 他就是为了要保护家园 整个舆论逆转了 我们不要忘记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当你民众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的决心是什么 马森来提了三点 有一点我要强调 他说我们必须得到人民使用武力的认可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件 当我们的人民表现出 我们并不想去打这场战的时候 美国就是会迟疑 他们不会去支持一个 不愿意自己打仗的国家 这是民主国家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是民主国家 是民主国家 是民主国家 以及民主国家 飞众 请未来 我们将属闘